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猪腰 服料有豆芽 香芹 榨菜 豆豉酱 双宝是什么指的 猪肝 猪肝 对 猪腰 这双宝 跟豆花做的一起 这可够新鲜 这个腰子我们已经把腰骚去净了 然后给它切一点划刀 这个切什么划刀 我们叫鱼腮划刀 鱼腮划刀 切到三分之二的部位 就不能再往下切了 对 留三分之一 连着刀 没错 你看 切划刀 一刀不断 不切断 一刀断 你看 它就有点像我们鱼腮的样子 您这样观众就能看明白了 你看是不是像鱼腮 是吧 您记住 这个道理先顺着 切成细丝状 但是别切断 然后接下来横着 叫一刀不断 一刀断 是吧 对 一刀不断 一刀断 做猪肝或者腰子 就是它的腥骚味很难去除 对 今天我们又来了 看 这叫白宝窑 白宝窑 对 把它放进去 然后把猪肝也放进去 来 加入 什么 盐 加入盐 你看看 白醋 白醋 可以多倒一点 加入一点点水 这个水将没过它就可以了 然后摇晃 这您来了 我来 尽量的让它的冲击力要大一点 你看 冲击力大一点 这儿您看到没有 把它的雪全部给它带着 行 您这晃着 我把这豆芽抄一下 我也不能老晃了 晃晃就行了 是吧 对 晃到什么程度 这个有没有标准 您看没有 这个雪呢 已经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给它 是不是还要再清洗点用 您闻一闻 这个腥山味 全出来了 腥骚味 对吧 要想彻底的驱除动物肝脏中浓重的腥山味道 一定不能马虎 首先把它们放在密封的罐子当中 倒入盐白醋和清水使劲摇晃 把肝脏中的血水摇出来 然后把水倒掉 依照这样的方法 反复摇晃冲洗三四遍 直到水不再浑浊 这样动物肝脏中的腥山味道也就彻底的去除干净了 好了主持人已经清洗的差不多了 铁钢师傅这边的豆芽也超烫好了 上面放上香芹 下面我们就可以开始处理豆腐了 我们把这个嫩豆腐呢 给它呀 来放在 我们在里面呢 来 稍微的煮一煮它 给它放进去 嗯 你像这个南豆腐它很嫩 它很容易碎 放在这锅里紧它一下 它就结实多了 没错好 下面呢 我们把榨菜呀 稍微的切一切 这等于是切成粒 小粒 碎粒 然后呢 给它放在蒜蓉里面 您看好了 蒜蓉可不少 加入豆豉 豆豉 豆豉酱 豆豉酱 我们可以多一点 来 盐 糖 味精 味精 香油 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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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也可以稍微多一点 醬油 哦 这可够全的啊 好嘞 得 您帮我把这个给它调一调 搅拌均匀 是吧 对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豆腐呢 已经煮好了 我把豆腐呢 给它捞出来 既然是豆花呢 也不怕它碎 对 没关系 它不碎还不行 不碎不叫豆花 就得让它碎 这个时候呢 这个水呢 我们给它关掉 拔火 然后把我们泡好的这个腰子 干尖 然后呢 给它放在里面 这一烫我看就差不多了 对 就要它这个嫩度 当然肝也好 腰子也好 一定要做熟 但是不能做老 你做老了 吃着就不是那种感觉了 没错 熟是前提 第二是嫩 对 你看 非常有弹性 而且一捏 你看 没有血水出来 没有了 都熟了 没有血水出来 我们就可以给它搂出来 其实就是开开的水 往里边一烫片刻 基本就熟了 实际上呢 我们烫它的最佳温度是多少呢 是80度的水 你看看 然后呢 我们稍微的再来一点点热油就可以了 要做一点热油 要往上积筷一下 对 积筷一下 让它呢 香味出来 而且呢 保持这个腰子跟猪肝的脆 好 你看 冒烟了已经 然后呢 给它溜一溜 让它的热度均匀 嗯 来 好 我们把火关掉 准备 来 您就听这声 飞机 这蒜的香气 豆豉的香气 榨菜的香气 都出来了 这道鲜香微辣 滑嫩软香的豆花双饱 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把猪肝和打好的鱼腮花刀的猪腰 放在罐子当中 加入盐 白醋和清水 使劲摇晃 反复清洗干净 豆芽和南豆腐分别用水超熟捞出 盛入一个大碗当中 上面撒上香芹 把清洗干净的猪腰和猪肝 放进80度左右的热水当中 超熟也捞出备用 榨菜切粒 加入大量的蒜蓉 放入豆豉酱 盐 白糖 味精 香油 醋和酱油 搅拌均匀 把调好的酱料倒在豆花双饱上 用热油淋在上面即可 这豆花双饱 做得了 就做好了 营养丰富 而且做法应该说很简单 非常的简单 节目一开始我就说过 这道菜您肯定没吃过 您做做尝尝什么味道 明天铁钢师傅还给大家 做我们豆腐系列的另外一道美食 是什么呢 明天再告诉你 好 天天铁钢师 我们明天再会 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